第三代镰仓店袁世潮被刺杀而死 大和剧镰仓店的13人也即将迎来大结局 男主角北条一时会怎样走向他人生的终点呢 我们以历史为依据 对此做一些小小的猜测 历史上北条一时死于1224年 那是陈九之乱三年后的事 因此镰仓店的13人剩下的级数 大概率会围绕两个或三个主题 一个主题是陈九之乱 另一个主题是北条一时之死 还有一个可能的题材是 有关四代镰仓店的任命 幕府与京都之间的博弈 其中北条一时之死 必然会有浓墨重彩的演绎 北条一时活了62岁 按照北条家的史书吴七定的说法 北条一时是得病死的 书中说他平常就患有脚气病 死前又得了急性肠炎 病重之后一直神志不清 仅仅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但是剧中北条一时的死法 应该不会这么没有戏剧张力 如果一时之死的背后没有阴谋 实在和全剧的格调不相匹配 那么我们就得说说北条一时之死的其他两个译文 这两个译文可能就是联仓殿的十三人大结局时 北条一时可能的两种死法 一种说法是毒杀说 凶手是北条一时的后期伊赫氏 北条一时死后 接任幕府职权的人 是一时的长子北条太时 但是联仓幕府最为擅长的权力斗争 这一次同样也没有缺席 伊赫氏想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北条正村 拱到三代职权的位子上 而且还想让自己的女婿一条石雅 成为新一代联仓殿 伊赫氏和他的哥哥伊赫光宗 为此还着力于拉拢儿子北条正村的乌茂子亲 三浦一村 而北条一时和黎将军 北条正子等人中义的接班人 是北条太时 所以伊赫氏就生出了毒杀丈夫的念头 据说藤原定家的日记明月记中 有这样的记载 北条一时离开人世几年以后 陈九之乱中后鸟与上皇的一个亲信 尊常被幕府勤获 被押送到六波罗的时候 他冲着北条太时的长子 当时身为六波罗探体的北条十世大喊 快砍了我的头 不然就用一时的老婆给一时吃的毒药杀了我 这个尊常是伊条石雅同父异母的哥哥 而伊条石雅就是伊赫氏当年 想要退为将军的那个女婿 假如明月记中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说明北条一时被后期伊赫氏毒杀的传闻 当时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另外一种说法 北条一时是被一个不知名的侍从武士刺杀的 至于刺客是什么人 动机是什么 背后有没有人指使 又可以延伸出许多猜测 如果连舱店的十三人用的是刺杀这样的设定 那么刺客的身份会不会是贯穿权地的那个无名刺客 被北条一时杀死的伟元善的女徒弟呢 而背后的指使者 按照北条一家翻脸如翻书的传统 会不会是对黑化的北条一时忍无可忍的北条正子 或者北条太时呢 而北条正子等人杀死北条一时的动机 会不会是北条一时自己想做将军 或者他走上了父亲北条使政的老路 受了后期的蛊惑 实际上他才是一鹤士之变最大的靠山呢 甚至一鹤士之变的主导者 会不会根本就是北条一时呢 或者在四代连舱店的人选上 北条一时和北条正子等人产生了分歧 北条正子和北条太时 倾向于由后鸟与上皇的皇子 到连舱来接任争议大将军 而北条一时则希望有北条家的人 来做第四代连舱店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这一切都源起于元师朝之死 元师朝被刺的黑手是不是北条一时 在宫小一篇中 已经做了详细的讨论 这里再提两点 北条一时黑幕说的论据 首先 吴七进和于管超两门史书 对元师朝被杀当晚 北条一时生在何处 有不同的记载 吴七进的说法是 在进入鹤岗八番宫时 北条一时感到心神不宁 便把奉剑的职责交给元仲章 自己回了家 而于管超中 而于管超中则说 元师朝被刺时 北条一时就在鹤岗八番宫中 一般认为 吴七进持清北条式的立场 为北条一时插之抹粉在所难免 而于管超则有当时在场的几位公卿的说法为佐证 这两门史书细微的不同 似乎也印证着吴七进 有位北条一时刺杀将军元师朝 编造不在场证明的嫌疑 还有一点就是 从结果上看 元师朝被刺杀后 同样出自元氏的刺客 龚小也被北条一时所杀 一个晚上 元师朝的血脉就损失了两个 之后没多久 元奈朝的弟弟阿耶全成的遗孤 阿耶十元也被北条一时锁灭 元师一族被消灭殆尽 幕府的权力牢牢地把控到了北条式的手中 晚年的北条一时对元师一脉疯狂地绞杀 这使得北条正子和北条态势 不得不出手杀了北条一时 假如编剧真的这么编 北条一时从一个大豪青年 成为凶恶的奸雄 逼走老爸 杀掉将军 最后又被家人暗杀 也算是在天道轮回中走了一大圈 但是北条一时会不会以恶棍的形象 走向人生的终点呢 在最后一刻 他会不会想起当年的八重 幡然醒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